是的,我们之前报道过 老五猫山王榴莲园被毁的事件 而且拿到很多的fuse 简单来说就是彭亨州政府 把一部分的老五榴莲地 租给彭亨皇家榴莲集团 果农们很不甘心就入禀高庭 要求去审核州政府注定的决定 当时候彭亨州高庭就裁决 因为果农们没有地契 所以是该地的入侵者 不具备司法复合的资格 于是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然后果农们继续上诉到上诉庭去 因为上诉庭就是哪来上诉的 最新的进展是9月8日 三位法官一致同意 通过老六村农民的申请 御令官单高庭继续审理司法审核的事件 因为州政府在70年代 确实有允许他们进去种植 所以农民到底是不是入侵者 需要由司法来审核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的论述 以及拍到的采集证都是真的 不要玩玩哈 我们的两位写手都是Loyal来的哈 大包子则是法律系学生而已 所以订阅我们 开玩笑的OK 开玩笑的包子 大家一家亲啊